桃哲爆出偷吃杨子晴消息之后 除了书面声明承认认识杨子晴之外 便开始躲避媒体 不过台湾平面媒体 30号中午捕获野生桃哲 载着老婆Penny出外采买 那宝石节不就是 跟杨子晴微信当中的照片一样吗 请问你跟杨子晴的微信 本来内容是真的吗 别怪这个口气 毕竟桃哲脾气刚厉不好惹啊 毕竟桃哲的购物 她也匆匆闪上车 哎呦 别惯记者口气说话不轻 桃哲也不是好惹的 拿出手机反拍媒体 桃哲偷心也连累到前女友Joanna 本来是场温馨至极的厨艺活动 但看看Joanna怎么笑得有点僵 基金的老公听到桃哲两个字 马上挡掉媒体不给访问 看来似乎都不敢多说什么 这有来点冰冰的 你是吗 冰冰的 应该拿的就是 葡萄味吗 应该还有后续报道 桃哲爆出偷吃杨子晴消息之后 除了书面声明承认认识杨子晴之外 便开始躲避媒体 不过台湾平面媒体 30号中午捕获野生桃哲 载着老婆Penny出外采买 那宝石节不就是跟杨子晴微信当中的照片一样吗 请问你跟邮志晴微信的两个内容是真的吗 别管记者口机 毕竟桃哲脾气刚烈也不好惹啊 你都只有Penny的购物 他也匆匆闪上车 哎呦别管记者口机说话不轻易 桃哲也不是好惹的 拿出手机反拍媒体 桃哲偷心也连累到前女友Joanna 本来是场温馨至极的厨艺活动 但看看Joanna怎么笑得有点僵 机器的老公听到桃哲两个字 马上挡掉媒体不给访问 看来似乎都不敢多说什么 这有点冰冰的 你是吗 冰冰的 应该拿的就是 葡萄味吧 应该还有后续报导 好